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3年1月19日 今天這段影片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要討論 就是關於警方國安處在前夜晚作出拘捕行動 這次拘捕的是關於旺角銀城廣場的所謂隱世史集 而這個市集我亦曾經和大家報道過 是說他其實是賣黃黑相關的物品 甚至是有網店出售一些違反國安法的物品 警方的國安處前天正式進行拘捕行動 拘捕了六個人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說這件事 另外就這件事 我肥仔傑竟然遭受到一群黃人的蜂擁攻擊 就說我就是這件事的始作俑者 就說我弄得他們的所謂手足被拘捕了 到底為何會入我帳 整件事是否很無稽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另外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就是關於美國 美國近日為了解決露宿者的問題 竟然斬腳趾被沙寵 甚至推出了一條新的法例 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公眾地方睡覺 如果眼睛睡覺 你一定要回家 否則直接把你拘捕了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為何美國要這樣制定這些法例 會否被人罵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再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按右下角訂閱和開啟鈴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影片正式開始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的是 就是我們的國安處又再有行動 今次又再拘捕了一群黃絲和黑暴 今次警方國安處在17日 也即是前天 亂同海關到旺角銀城廣場地下 一個所謂隱世市集中拘捕了6人 亦檢獲了大量的煽動性刊物 而這件事件可以說是近幾個月 國安處有一次大規模的行動 而這個行動中根據警方的發言人表示 就說近日發現旺角一個市集中 有一間店舖售賣煽動刊物 經過調查後 警方國安處採取行動 就在九龍區新界區採取執法行動 拘捕了6名反政府組織的成員 包括三男三女 年齡介乎18至62歲 全部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 刑事罪刑條例第9條和第10條 也就是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現在被扣留調查 而警方的調查顯示 這個組織製作和印刷 在一本有關於2019年6月至2020年2月 在香港所發生的一連串黑暴事件的煽動書籍 並且在2022年12月開始至今 一直在旺角的市集中推銷這本書給其他人 而書中主張宣揚港獨 煽動他人推翻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 也煽惑他人使用暴力 除了書籍外 相關店鋪亦有在市集中 售賣多種美化暴力或反政府圖案的物品 而警方今次根據法庭的手令 搜查了相關店鋪 亦到被捕人的家中搜查了 檢獲了43本涉案的煽動書籍和其他煽動物品 警方便作出呼籲 呼籲市民千萬不要做這些行為 亦不要光顧這間店鋪 老實說 今次這件事是我曾經和大家報道過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在12月尾的時候 曾經拍過一段影片和大家說 旺角的銀城廣場 有一個所謂的隱世史集 而這個隱世史集表面上是一個普天同慶 在聖誕節搞出來的賣物史集 但實際上是黃人黑暴賺錢的地方 而這個旺角史集甚至連林卓廷的代理人 也有在那裡幫他賣物眾籌 所以這個史集本身的煽動意圖 或者這個市集本身已經牽涉到黃黑在背後 但除此之外 其實之前也和大家報道過 當中有一間叫做影衰咪集貨店 而這間影衰咪集貨店 也在黃角的銀城市集中有參展 而當中他們售賣的商品也有煽動意圖 這次也要重複給大家聽 就像這件衣服一樣 上面印了一個黑暴認為的 民主女神像 戴上豬嘴 頭盔 長頭髮的這個人 在他的頭盔上有字眼寫著 沒有暴徒 只有暴徑 也寫著火窩法 圓榮光 然後也有警黑字眼 所以這件衣服絕對是違反國安法 而影衰咪集貨店也有另一件衣服 在他的衣服上印有彩色的黑暴的女神像 另外還有 就是早前涉及國安法駕駛電單車撞警察 被控以恐怖活動罪的畫面 當中這件衣服也有 顯示有一個人駕駛電單車 後面有一枝旗 很明顯意圖是煽惑他人使用暴力 今次警方沒有交代到底是否關乎這間影衰咪集貨店 但我認為這間影衰咪集貨店遲早就不掉 就算今次不是他 下次也是他 所以為何警方今次會迅速到旺角銀城廣場的所謂隱世事集 其實不是空月來風 早就和大家說過 不過今次這件事可能由於有些黃人的黑暴 不甘心自己被拘捕 亦是企圖煽動其他人 仇恨我們正常人 所以今次事件我亦被人… 怎麽說 可否叫老屈 又不可以叫老屈 有一名黃人 前區議員 叫做林兆斌 這位林兆斌在他的Facebook上出帖 他的帖說 藍絲KOL肥仔傑12月27日出片 國安警三星期後就去隱世市集抓人 而這個貼文亦獲得多人的分享 首先我要非常感謝林前議員 幫我分享我的影片 而他這件事很明顯是想煽動黃人 去憎恨我們 憎恨我們的正常人 甚至憎恨肥仔傑 就說現在隱世市集抓人 是肥仔傑爆你出來的 肥仔傑報道了出來 三星期而已 警方國安處上門抓人 還不是肥仔傑做的 老實說 報道黃人黑暴的事情 我們作為KOL是有責任的 去制止你們做這些行為 我們也有責任 但我們做不到警方做的事情 我們只可以在網上呼籲別人 不要光顧 小心誤墮發網 而最終你被不被拘捕 又不是我決定的 而且最重要 無論我報道出來之後的事情會發生怎樣 他們被拘捕的原因最主要是甚麼 是因為他們做了違法的事情 我們經常說 你不犯法 怕甚麼被拘捕 你不犯法 就算肥仔傑說了你出來 你也不怕被拘捕 好了 但你自己一路又要犯法 一路又不想別人說 好了 現在被拘捕了 拘捕完後就說那個人說我這些東西出來 本來他不說 肥仔傑不說 應該沒事 應該不用被警方拘捕 真的說得我這麼神通廣大 這件事 即是說我出片 然後他們被拘捕 在連登 在他們的Telegram群組 都已經在討論 但我不怕 始終你犯法被拘捕 很合理 如果你不想被爆出來 那你就不要犯法 你又要做犯法事 又不想被爆出來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這麼大隻夾蠟齊跳 如果有的話 你告訴我 可能我去銀行賺錢 我這輩子也不用工作 不用打工 全香港也是這樣 又可以得到錢 又不犯法 又可以不用被拘捕 哪有這麼大隻夾蠟齊跳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說完這件事 我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要說關於美國 近日 美國的通脹問題非常嚴重 而且他們的經濟問題也非常嚴重 美國不知是否想促進他們的GDP 他們人均的經濟增長 以及想促進他們的經濟 他們的勞動歷史場 所以美國近日就著露宿者的議題 提出了一些很生命的法案 美國近年無家可歸的露宿者非常多 甚至因為疫情 打仗 因為各種原因 導致要做難民 要做游民的人數 亦是倍增 而越來越多州份通過法律的問題 是去解決露宿的問題 而近日有美國的一個州 竟然列出這件事作為嚴重罪行 美國的密蘇里州近日直接修改法律 在州政府管轄的公共空間下 如果你是露宿 將會視為重罪 需要坐牢 而在波特蘭州上禁止民眾在街頭 建立帳篷露宿 為例者會被懲罰 美國解決露宿者的問題 真的非常新穎 他們不去追究的源頭 不去找出的源頭在哪裡 問題在哪裡 為何美國會有這麼多露宿者 反而他們覺得 只要你露宿 我拘捕你 影響使用 現在你很忙碌去找工作 老實說 有頭髮誰想做辣躲 有家裡舒舒服服的在床上睡覺 又有誰想做露宿者 不過在歐美國間 這些露宿者的情況 非常普遍 經常見到 甚至我當年在英國留學讀書時 也經常在街頭上被露宿者 問我拿一些銀子 錢等等 經常出現 而美國更加嚴重 美國因為槍子問題 毒品問題 疫情問題 經濟問題 也導致很多人要流浪街頭 而美國這次直接下法律 去趕絕這些露宿者 很明顯 美國做這件事 是為了自己的經濟 為了他們的使用 但同時拋棄了他們的人民 在美國這些黑暗的情況 在這些噁心的嘴臉下 我們必須認清楚美國的每一件事 為何這次要說出來 就是要告訴大家 到底美國真實的一面是怎樣 是不是歐美的國家一定好 是不是歐美的月亮特別圓 是不是他們的空氣特別新鮮 特別乾淨 絕對不是 反而一切一切很多都是源自於錯誤的訊息 或者誤解 當中必然是透過一些美國文化 舉個例子 例如美國的英雄電影 美國的文化電影輸出 其實是很多年前一直在做 而這也不少會令香港年輕人 或者令香港人對歐美抱有一個錯誤的期望 甚至錯誤的看法 以為去到那些地方一定很厲害 我當初也有這個錯誤的想法 但當我去到英國的時候 我真的留學的時候 我真的知道原來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反而香港是一個很好的腹地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按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